来参加这个的祷告的conference 这个pray conference 这个特别祷告复兴的特会 我深信当我们把我们这分别出来的时候 We can change a holiday to a holy day 我们能够把一个的假期 成为一个分别被神使用的一天 我相信今天早上这个时间 当大家一起来和我们聚集在这里 一起来看的时候 一起来学习的时候 神会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 因为这是一个教会醒觉的时候 一个是一个教会摆脱过去旧皮带的时候 这是一个教会进入他的命定呼召的一个时候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是上帝的时间点的时候 我们不会围着那多一点时间的摆上 那多一份的付出我们会觉得太重 因为自战自轻所受的苦楚将在永恒里面 为我们成就那其大无比的荣耀 我希望你在内心里面是说阿们的 哈利路亚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用祷告 开始今天早上这个分享 亲爱的天父求主 你释放你启示灵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渴慕你的话 让我们渴慕你的灵 渴慕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对的人 渴慕我们在你里面 能够明白这个的节期 这个的时期 这个季节 这个新的路我们是没有走过的 但是将是一个荣耀的ending 一个荣耀的结尾 我们看见神做新的事在我们当中 主要因此我祷告 释放主你的告末 在我们听的人和讲的人身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同行祷告 阿们 那今天早上呢 我会和大家来分享 一个非常最基要的 关于到祷告和带祷 那我们先读一个 当你讲到祷告和带祷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需要读一段的经文 就是圣经最初讲到 带祷的一个最明显的经文 就是在创世纪的18章16到33节 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和尔摩拉的带祷 我们一起来看 在16节这里说到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 向索多玛观看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城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是 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大国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 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秉公行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耶和华说 索多玛尔摩拉罕的罪恶圣众 升文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 查看他们所行的 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 若是不然 我也必知道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 向索多玛去 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进前来说 无论善恶 你都要剿灭吗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 你还剿灭那地方吗 不会城里这五十个义人 饶恕其中的人吗 将一人和二人同杀 将一人和二人一同一样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审判全地的主 去不行公义吗 以后他说 我若在索多玛城里 见了五十个义人 我就为他们缘故 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亚伯拉罕说 我虽是尘土 还敢对主说话 假若这五十个义人 短了五个 你就短了五个 毁灭全城吗 他说 我在那里若见了四十五个 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 假若那里见有四十个 怎么样呢 他说 围这四十个的缘故 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 这个跳到三十二节 亚伯拉罕说 求主不要动怒 我再说一次 假若那里有十个呢 他说 我围这十个的缘故 也不毁灭那城 在这段的故事里面 我们看见圣经首次 明显的记载着 这个亚伯拉罕 就是应该说是 记载着带导者 在上帝面前祷告的 一个的详细的记载 我们在这个的记载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部分 我们要来思考 首先第一个 我想要谈的就是 有一个的声音 打到神的面前 耶和华说 所多玛和阿姆拉的 罪恶圣众 声闻于我 原来在上帝的面前 人的罪 人的行为 人的回应 就像一把的声音 来到上帝的宝座前 弟兄姊妹们 我们常常说 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 但是我们也要明白 一样事情 原来我们的行为举止 在某一个程度上 也像一把的声音 有些人说 这一句很讽刺的话 你的行动太大声了 到一个地步 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常常用这句话的时候 他都是说 有一些人做的事 跟他所说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 这一种姊妹们 在我们生命中 原来上帝在寻找的是对的人 就像刚才王志明 牧师所说的 他说 当我们人对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自然也对的 的确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真的要发出带导 要发出呼求 要来到神的面前 迫切地不足地来 在神的面前祷告 但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原来我们的行为 我们所做的 也是很清澈地 想在上帝的耳中 所以来到一个祷告的题目里面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是个全人投入的祷告 不只是Lips Service 不是嘴唇的祷告 不是一个祷告会的两个小时 装扮的圣洁圣洁 然后离开祷告室的时候 回到原来的样子 亲爱的姊妹们 原来神要祂的教会 进入祷告的其中一个原因 不是祂要更多的祷告会 更多的献祭 神说我喜欢怜悯圣过祭司 神更喜悦看见 祂的百姓转向祂 祂的百姓寻求祂的面 英文有句话 我觉得可以送给大家 就是whole heartedness 就是全心全意 当我明白这一块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就明白教会的光景 我们可以从一个 祷告会的人数参加 我们可以说 教会的一个光景就在祷告会里面 但是有时候我在注意 在从祷告会的光景里面看进去的时候 我发现教会的光景 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我们需要恢复起初的爱心 我们要恢复起初敬畏神的心 我们要恢复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地位的那一个神坐在宝座的那一颗的心 神在寻找一个回应祂的声音 每一个城市都有达到神耳中的呼声 可能弟兄姊妹们有看过去年在武汉的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很多人用了这个视频把这个武汉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的城市里面 它不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牌屋可以住在分开的 很多人都是住在这一个 什么 这一个apartment里面 condominium里面 每一个人的楼层 各这楼层很靠近的 结果来到一个 这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呢 就开始很多人向着窗口那边喊 加油啊 加油武汉 加油武汉 加油 那我们也听过有一些的地方 他们缺乏粮食被困在这个公寓里面 也是不停的呼喊 帮我们救我们 你知道吗 原来每一个城市在这样的疫情里面 开始都发出许多声音 在马来西亚有什么声音呢 是不是有许多冤枉的声音 是不是有些冤屈的声音 是不是有很多贫穷人在缺乏 是不是有很多家庭里面 发生了很多争吵的声音 是不是整个社会出现了一个病态的声音呢 亲爱的姊妹们 每一个城市都发出声音 而上帝也在等他的子民 发出一个他所要听到的声音 就是一个带导的声音 一个悔改的声音 一个转向上帝的一个声音 我深信今天是他的教会起来的时候 就像黄牧师所分享的 知名牧师所分享的 他相信 好像即使我们好像困在家中 不能够再回到教会聚会 但是却是一个上帝预备的 一个复兴的浪潮 已经吹进马来西亚 我深信是这样子 我还记得当我十年前 在2010年开始来推动这个 为国家守望祷告的时候 当上帝把我放在密室里面 我花时间在上帝面前等待的时候 神说 You're going to do that You're going to do that until the day I come I come 你将会做这一块 直到我回来的日子 我就很深信一样事情 这是一个复兴的预备 祷告 不是我个人的祷告 而是全体性的祷告 而不是只是全体性的祷告 而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 一个转向上帝的祷告 将会迎来上帝的复兴 当每一个人都不能去教会 当每一个人在面对经济的困境的时候 教会发出什么声音呢 社会发出什么声音呢 没有声音了 对吗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然后呢 第二个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看见一样 是第二样事情呢 就是里面一直强调有五十个义人 神如果在那个地方找到 祂看得到的代表性人数 那如果神在那个城市里面看到 这个代表性的人数出现的时候呢 神就围着一个代表性的人数 就饶恕那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Robert Henderson解释非常好 他说到为什么只停在第十个呢 为什么亚伯拉罕没有继续求求到 剩下罗的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亿人 难道神不能饶恕吗 原来Robert Henderson是这样子解释 他是说 每一个城门 如果要有一个legal document 或者legal就是一个合法的 这个的 这个处理一些案件的话 他需要在城门口召集十个长老 十个见证人 就能够让某一个议案通过 而且合法性 还记得不记得 波阿斯 当他要赎回路德的时候 他在城门口 他召集真正是十个人 然后和他一起坐下来 做见证他这场的交易 我深信神在寻找的 不是about numbers 是about representation 是谁能够代表这个城市 而亲爱的姊妹们 我们不是代表一个教会 我常常在祷告会里面说到 我们和众代祷者合一在一起 要释放一个代表性的声音 来改变这个时代 Change the cost of this generation 来改变这个时代的 这一个的跑道 让这个时代回到上帝 给我们的这个命定 和这一个的使命里面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列列来思考一个 很重要的题目 就是什么是祷告 什么是带祷 我们常常带领一个人 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都会对他说 你只要跟耶稣 有什么需要你跟耶稣讲 因为你祷告 他就说我不会祷告文 你就会告诉他 祷告就好像跟神说话一样 然后就是跟他交通 就好像用福建话也好 用广东话也好 用你习惯的语言跟神说 神听得懂的 我告诉你这样说是完全没有错 然后你可以继续这样子来对 所有刚信主的人说这样子的 或者这样的牧羊 这样的引导 当然我们明白 祷告是一个遗嘱交通的一个的过程 或者一个的方式 而大多数的时候是跟自己的需要有关 当然我们有一些时候 当我们的需要被满足之后 我们看见其他人也有其他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走出自己的需要 开始为别人祷告 那很多人就认为 带祷就是为别人的需要祷告 今天早上的时间 要和大家进入这个带祷的水流里面 我们要进到水深之处 因为我深信一样事情 神要祂的教会进入更成长的一个地步 我深信神要祂的教会 进入一个更明白祂的心意 为什么神要我们向祂祷告 简单来说 带祷是把别人的事带到神的面前 但是带到神的面前的过程是 寻求神的心意成就在那件事情上 或者是站在那件事情上的破口上祷告 有些人会说什么是破口 我简单的这样子说吧 如果那件事情不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的远辩的话 这就已经是个破口 我们的祷告不是求更舒服的环境 我们的祷告不是要解决眼前的问题 我们的祷告乃是把一件事情 带回去上帝的心意里面 这就是祷告 这就是带祷 我们的带祷不是跟神建议应该怎么做 我们的带祷并不是替别人出主意要怎么做 我们的带祷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站在那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并不是上帝的心意 而我们站在这个事情上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 这就是站在一个破口上 请问我们的国家 请问我们的教会 请问这个时代是不是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如果你发现他不完全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这就是你所看见的一个破口 这就是我们要站起来祷告的一个时候 亲爱的姊妹们 当我们看到回去刚才的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为这个所多玛 而摩拉代求 我们看见一点就是 他代祷乃是为他人求神的怜悯和恩典 亚伯拉罕为了一个他所不是住 他并不是他所住在的一个城市来祷告 他为那个城市来祷告 求神怜悯 从五十个人跟上帝讨价还价的方式 跟上帝求怜悯的方式 求到十个人 他知道 That is the minimum 他知道是最基本需要达到的 待会我会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是这样子 第二我们看见 就是神为所多玛而摩拉城 打开恩典的机会 是神而不是亚伯拉罕 神可以自己行这件事情 但是神选择给这个所多玛而摩拉一个机会 然后他怎么给他们机会呢 他就把启示显明给谁呢 显明给亚伯拉罕 好让他能够站在他们的危机和需要上呢 在他的面前为他们代求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在今天早上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 关于祷告的带导的这一块的真理 然后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再次来把这个的经文 再做多一个叫做 用显微镜再注意再看一下 你如果看这个圣经里面 你会发现他有两组的人 两个不同 就有点像是一张支票要两个人签名一样 你就发现里面有两组的人 第一组的人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带导者 亚伯拉罕求神怜悯 这个求神怜悯的带导者 得的亚伯拉罕就是这一组的人 就像一个带导者 还有第二个里面出现一个关键的人数 关键的人就是义人 这一个人数代表着是代表者 所以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有代导者和代表者 这两个两组不同的人 对亚伯拉罕来说呢 他好像是个局外人 但是对我们今天参加这特会 和我们一起分享同一个意象 要看见上帝复兴来到 要看见国家转化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是局外人 我们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是代导者 我们同一个时候也是代表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是那一个义人的声音 我们的人数非常重要 我们回转到上帝面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不再只是一个 我只负责祷告 外面人负责悔改 不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同样代导和悔改 这一个的行列里面 我们的代求把案件呈上 我们求神施恩 但是我们的回转 却产生有实际影响结果的一种的代表性 当神看见这个城市 当神看到雪兰俄州的教会 开始回转 开始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这个声音绝对 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的 那一个人数是被上帝所纪念的 而上帝是呼吁我们回转 回到祂面前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有个很清楚看见 在带祷的事情上 我们是带祷者 我们也是个代表者 我们的祷告不是在祷告会里面 我们的祷告就好像是我们是随神听 随时走在 随神走在我们这个街上的一个祷告的声音 我们所在这社会里面所行的每一个公义怜悯的行为 我们如何的帮助和这些被受欺压的贫苦的困苦的无助的人 每一个我们所做的都是一个声音达到上帝的面前 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小仙之书和大仙之书拿起来 好好整理一下 你会发现上帝除了讲拜偶像的事 上帝其实说最多的就是社会的不公义的问题 这是一个的声音 That is a voice of violent inner city that brings destruction 一个在城市里面 一个不公义暴力的声音 将会为这个城市引来极大的一个的毁灭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进入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地方的部分 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向祂求 有些时候我们若不明白这个核心的价值的话 我们觉得就是越多人祷告 事情就越容易成就 师父我们有点像是在做投票前 让这个坐在上面的总统或者是首相 不得不听民众的意思 事实难道越多人祷告 事情就必须要照越多人祷告的方式成就吗 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很多人都祷告一个错的祷告 我们就能推翻上帝的旨意吗 事实不是的 为什么神要我们求 第一个我给大家非常重要的思考 就是我们也乃是在建立 与神同行的一种的伙伴关系 我们来想一想下我们跟神关系的一种的进程 The progression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我们跟神关系的进程 从上到下 开始的时候我们跟神是进入一个团契 一个的交流 Communion Fellowship 我们跟神彼此相交 我们交流 我们团契 我们感受到祂爱我们 而当我们感受到神的恩典慈爱的时候 我们回应这个爱 我们常在密色里面跟祂说 我爱你主耶稣 在那个过程里面 神就开始和我们建立一个好朋友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 但是到一个点的时候 上帝会开始向祂向我们显明祂的心意 当上帝开始把我们当成是朋友的时候 祂要做什么的时候 神就会把祂告诉你 当你听见的时候 你就进入一个的delima 一个的状况 你要不要陪上帝做这件事情 你要不要在这件事情里面 和上帝一起同工 亲爱的同志们们 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看见在这里 我们看见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跟神 乃是进入到一个partnership里面去 我们不再停在fellowship 只听上帝倾诉祂对我们的爱 我们开始愿意把上帝所要的事情 我们愿意和祂一起扛在肩上 和祂一起同行 和祂一起做伙伴 在侍奉上 在各样的事情上 很多时候我在心里在想 当我以前侍奉神的时候 开始走上帝的道路里面的时候 我渴望服侍神更多 我除了被神爱 我渴望服侍神更多 然后我就慢慢的就觉得 如果我要进入我的护照 我就一定要全职 后来我全职了 后来进入到我这个全职 四年过后 我觉得我要更加 服侍神更多 然后后来被案例就传到 八年过后就案例做牧师 后来再多十年过后 就是从第一天开始 十年过后 我就案例成为一个 堂会的主理牧师 当我案例到堂会的主理牧师之后 我觉得可以按得都已经按完了 就不能够再相信了 我也不知道还要再怎么按上去 但是你知道吗 当我刚刚开始第一年第二年 开始这个双椅堂的时候 当时我还不叫做这个守望教会 也是叫成本基督教会的其中一个堂会 叫做双椅堂的时候 神突然间呼召我 祂说你去 我跟神说神啊 去哪里 祂说去宣教 我说上帝啊 如果你要我去宣教 就不要我开一个教会嘛 你就让我成为一个附属在一个牧师底下 那比较好 那上帝一直呼召我 一直呼召我 直到我顺服为止 当上帝呼召我去宣教的时候 上帝继续再呼召我 祂说我要你做代祷的工作 你知道吗 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以我这个服事神 24、25年的一个同工 和大家所有弟兄姊妹们 分享一个重点 上帝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 进入到一个点的时候 上帝是停不下来的 上帝会一直跟你要 要什么 你要你去明白 祂在想什么 当你知道上帝在想什么 你知道上帝心理负担是什么的时候 最后你有个选择 你要选择停在 Fellowship 或者停在Partnership 还是走进一个 Companionship 你看到上帝心中的苦楚 你说 主啊 有什么我可以替你做的吗 当我们进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已经超越 只是一个同工的关系 我们进入一个伴你的关系 祂的事就是你的事 你已经是来到一个点的时候 你明白祂在忧伤些什么 他在考量什么 你愿意为祂丢脸 你愿意为祂受辱 你愿意为祂放下你最舒服的环境 只因为你要讨他的许愿 你愿意向雅各里面说到 良人啊 我们可以一同去 祈祷这个村庄里面 祈祷这个合唱里面 现在这种姊妹们就在那里 我们把我们的爱情给我们的主 我们进入这个Companionship的时候 其实在一辈 我们进入到更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Rulership 就是和神一同自理 我们知道以前 我当我以前 我还年轻的时候 在这个教会听 他们唱一些旧的圣诗的时候 他们总是会说 我们有一天会以祖一起同坐王 听了我常常都问一个问题 我还不知道信耶稣就自动会坐王呢 听了听了 我就想下 真的信耶稣好便宜啊 不单是藏天堂还可以坐王 什么也不用干 我就看大家都是坐在旁边 给给奉献 做做礼拜就可以坐王 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但是当我越走越久的时候 我发现圣经里面说到 如果我们愿意和祂同受苦 就才能够和祂同坐王 我再一直思考 再思考 受什么苦呢 到底是不是要上刀山 下油锅呢 才能和祖同坐王呢 后来 当我进入这代祷的时候 我就更深的明白 原来上帝在这地上 透过分享的心意 看我们是不是愿意 在这个关系 跟祂越走越深 到一个地步 从Companionship 进入到和神一同治理的关系里面 Ecclesia 天国议会 就是在这地上和主一起做治理的关系 今天没有办法和大家谈这一块治理的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带导 为什么神要我们求呢 因为神在建立我们跟祂同心同行的一种合伙的关系 一个伙伴的关系 一个伴侣的关系 一个心腹战士的关系 好让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能够和主耶稣基督一起同坐王 圣经里面说到 二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心呢 阿摩斯书三章三节 第七节说到 主耶稣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 就义无所行 狮子吼叫 谁不惧怕呢 主耶稣华发命 谁能不说预言呢 你知道吗 在这里呢 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神要我们进入一个的和神一起同心同行的一种的使命里面 就是神说耶稣华发出他的声音 发出他的指令的时候 所有他的仆人众先知 他的先知性的教会 就会赶紧的同行 而且就开始发出一些的声音 一起的来发出这个宣告 麦比克呢 就是这个IHOP 这个万国祷告店的IHOP 他说 代祷是将神告诉你要告诉他的事告诉他 这说起来非常绕口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 代祷就是神把神告诉你 启示你的事情 把他告诉他 Intercession is telling God what he tells you to tell him 代祷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 而且在领受的这个启示和使命上 说到这里的时候 和大家分享 Ritz Horwell OK Ritz Horwell 郝威威尔这个代祷的使徒 他所写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几个的话 我今天只是在写一些跟今天信息有关系的 他说 神给了你一个事项 而你有责任 为这事项祷告直到完成 这就是一个代祷者他明白的 代祷不是参加祷告会 代祷就好像是Froston 忠心的意思就是Froston 就是好像保姆这样子 把别人的孩子 他交在你手里面 你就把他好好的照顾长大 当上帝要我们忠心的时候 上帝要我们成为他事工的保姆 就像是一个保姆一样 把这个孩子从小抚养 长大一样 代祷就是上帝给你一个祷告事项 你有责任为这个事项祷告直到完成 而是当神向你显明某项祷告的时候 你需要委身 不计代价和时间的长短 当我们过去的福祉祷告里面 我们常常都是看见 祷告几天了 不成可能上帝的旨意改变了 不是 神最近在一直教导我一个功课 祂一直提醒我 在未来的征战里面 未来的祷告征战里面 将是一个漫长的征战 你需要做一个准备 你需要改变你过去祷告的方式 你需要接受一个漫长的 一个福祉的过程 就好像你要看到这个事情 完成完结为止 你没有停手的机会 你就是向前走 代祷是完全自愿的 代祷者需要自愿地 进入新的代祷的领域 这是我非常最近体验到的 当我们过去十年 都是为国家转化祷告的时候 在去年的时候 神说 Don't restrict me anymore Don't limit me anymore 神跟我说不要再限制他 我说我在哪里限制你呢 他说 Go to the deep water 去到水深之处 当我开始进到水深之处 我发现明白 上帝要我们为列国祷告 我们从六月开始就为列国祷告 我们把三场祷告会的 其中一场的祷告祭坛 改为守望列国的祷告会 当我们进入里面 我们真的什么也不会 我们就在那里摸索 在那里写 在那里祷告 当美国的大选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 上帝现在在预备我们 进入祂的心意的祷告 现在这种姊妹们 有些时候神会带领我们 进入新的领域 不要只看到眼前 要看到神 这就是companion 和一个fellowship的差别 当神告诉你 祂的启示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选择 要不要和祂同行同行 带导者会因为爱神 而愿意付顺服 祂对救主的爱 祂应对救主的爱 会付上这个代价 最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带导者将会发现 邪恶的暗流 而靠神得胜 而且看见数百年 将无数人捆绑的 属灵架构破除 这就是我们的rewards 我们的奖赏 如果我们愿意走下去的话 我们将会被神用来 拆回魔鬼撒旦 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架构 亲爱的姊妹们 今天我看到很多人登入 在这个祷告课会里面 我要对大家做出一个呼吁 我们的祷告不是让我们过得更舒服 我们的祷告乃是拆回魔鬼撒旦 在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 特别对年轻人 这个邪恶的架构 我们要把它清除掉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我们不清除 接下来受苦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使命 这就是我们成为带导者 一个严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在上帝的面前 神正透过祂的使命的祷告 在建立一个跟神合伙治理的关系 今天我们的带导乃是进入一个跟神合伙治理的关系里面 教会你拥有一个权柄 你拥有一个的这个上帝委托你的责任 就是在地上释放和在地上困绑 你在地上和神一起做治理的关系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 为什么神要我们向祂求呢 这是非常重要 就是神赐下一个自由的意志 记得下面这一段子 邀请的原则 过后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 神等待祂的子民 神正在等待祂的子民 持续地在祂面前祷告 以赛尔书30章18节19节 是这么说 耶和华必然等候 要施恩给你们 如果神要施恩给我们 为什么神不施恩呢 为什么神还要等候呢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 到底是神等我们 还是我们在等神呢 在这个前提里面 我们一定要明白 上帝到底祂在等什么 在这个第十九节的后半段说 主必因祢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 祂听见的时候必因赢你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以为 球在上帝的脚下 我们其实一直在等上帝 把球踢给我们 事实不是的 事实是上帝把球踢在我们脚下 祂等待我们应用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自由的意志 来呼求祂 我们上帝在等待我们 在祂面前发出祂要的声音 有些人用一种 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方式 来相信神掌权 他们甚至说 如果神是 如果神 这是神的旨意的话 我们求不求神会做 有些人甚至 和勒索上帝 怎么说呢 如果上帝你不做 你就不是神 我相信上帝 不会那么轻易被我们勒索的 因为祂并没有任何的把柄 在我们手上 亲爱的姊妹们 我们没有办法勒索上帝 只是因为神掌权 用这一种的角度 亲爱的姊妹们 事实是这样子 神不会做我们该做的部分 而我们也不能做神 唯一神能够做的部分 我们乃是会 在上帝的掌权里面 按照我们回应祂的恩典 领受上帝的作为 什么是自由意志 我们在这里来做一个思考 自由意志就是 上帝给我们人 一个最大的权利 有些人会问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上帝不做 把我们造成一个 自动会爱祂的 一个autopilot模式呢 就好像机器 我们读电脑的 我们知道 gigo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怎么写那程序 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跑出来 你知道吗 在我们的 在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 自由意志 让我们选择 要不要听祂的话 因为如果没有了 自由意志 就没有爱的存在 我们可以选择 不要做 我们可以选择要做 如果我们没有选择的话 就没有爱的存在 如果你说 你爱你的太太 超过世上所有的人 而其实你就住在一个孤岛 你和你太太 两个人在那里 这也并不算什么 特别伟大的宣言 因为世上也只剩下一个女人 而只剩下一个男人 没选择 你知道吗 选择就是爱的表现 我们做一个选择 就是自由意志 我们选择顺服神 而这个自由意志 乃是能够做出那些实际影响结果的真实决定 而这个自由意志 也就是一个邀请的原则 我们的邀请 就会把神的恩典 从属灵界带到自然界里面 我们的悖逆 也是一个邀请 邀请邪灵 把黑暗的权势 带进这个的社会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在这里 我们要明白一样事情 这个世界 是在神掌权 和我们的自由意志中间 在交战 什么时候我们应用这个邀请的原则 把神邀请到我们 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看见神 做成祂奇妙的作为 在这个时代里面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神 神要我们求 特别在这个诗篇第二章第八节里面 说到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们为基业 将地籍赐给你们为田产 而耶稣基督也长眼的 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我们看见了天上祈求 地上代求的一个的图片 来治理这个世界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我相信 这个菲拉铁菲教会 有勤募师在的话 对这一个接下来我说的东西 一点都不会陌生 就是这个 这个Alice Bailey 这个新世界 次序里面 这个Alice Bailey 是生活在二战之前一战的时代 他是一个应该说 是一个New Age Movement的其中一个鼻祖 在一个新世界运动的鼻祖 他在这个新世界次序里面 他接着他身上所住着的西藏的邪灵 我所说的是很真实的 在他里面是住着一个西藏的邪灵 甚至他会说出他几时进来 有叫什么名字 然后这个邪灵给他很多的inspiration 很多的启发 他写了很多东西 但是其中一个非常影响我们的 就是他拟定了十项的一个计划 怎样来毁灭基督教 全世界的基督教的秩序 他怎样去毁灭呢 他实际上的你要记得他写这个是在这个二战时期 对当时候是绝对是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的计划 而现在我们从今天七十多年过后的今天 七十年过后的今天 我们看见了这些都已经发生在我们当中了 他的计划就是将上帝和祷告从教育系统中拔除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教会 美国的教育呢 为什么在这个七十多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呢 不再允许呢 这个教会 这个学校呢 有公导 有trepper 为什么 第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谈到人权呢 其实都在这个计划里面 第二点就是将减少父母在孩子身上权利 第三 拆毁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家庭架构 第四 如果性爱是自由的 那么就是堕胎合法化 第五 让离婚是合法而且简便 释放人从一生一世的婚姻价值观出来 第六 是同性恋成为另类的生活方式 第七 是低劣 卑贱的艺术 任意的疯狂崛起 第八 是媒体来提倡人 来提倡和改变人的想法 第九 是产生夸宗教信仰的对话运动 第十 是确保政府合法化 并教会去认同以上的改变 说到这十项的内容里面 我要和大家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有人在对着我们发起了一个公式 有人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想尽办法来摧毁在我们身上的信仰遗产 有人在想尽办法来治理你 有人拟定了一个七十年的计划 来治理我们 我们愿不愿意再把这个治理的责任 哪会在我们身上呢 还是让我们继续让全世界 继续这个议程 把这个世界搞得 这世界是他们的世界 我们的回应将会决定 我们拥有些什么 神给他的子民 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来决定我们要生活 我们要在生活上和属灵上 得到的这个数字 我们能够决定这些事情是依照我们对神 恩典的这一种的回应 我们可以做这个决定 到底我们有怎样的生活 最后 以一个人叫做 Dietrich Bonhoeffer 这个潘霍华 的事实际 来做一个思想 一个总结 潘霍华 他在他的传记里面 被称为是个牧师 是个训道者 是个神学家 是个先知 同时候 他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是我们所有牧师没有的 就是他是个间谍 他1906年 1906年2月4日出世 但是在不到40岁 他已经因为从事间谍的工作 他被希特勒逮捕 而且由希特勒亲自绞刑 死而死 然后呢 在同年二战结束 4月30号 二战就结束 希特勒 也就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自杀身亡 他一生 的年日不长 他曾经 是 这个 这个德国的非常 杰出的一个神学家 他曾经已经逃到 这个 美国 他原本可以跟他的未婚妻 就过很好的日子 但是他的神学 却让他 回到 德国 这个被纳粹 这个掌控的一个的地方 他不停地来写作 不停地提 发出质疑 不停地在这社会里面 做带出一个反抗的一个运动 当然 他最后 为主而殉道 他有一段的话 这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我们去思考的 这一位神学家 为什么会走上 一条 间谍的路 这位神学家 为什么 能够那么勇敢地 去抵挡 这个 全世界最怕的 最恐可怕的人 在那时代里面 最可怕 最邪恶的人 希特勒呢 因为他说了这句话 他说 面对邪恶 却保持贱默 就是邪恶 上帝不会判定我们无辜 不说话 也等于说话 不作为 也是一种的作为 今天 是他的教会 神的教会 起来 发出 先知性声音的时候 今天是神的教会 有用行动 来发出声音的时候 今天是 不单是 有祷告 这个的特会的时候 不单单是 一个复兴特会的时候 这是一个时候 恕我们起来 围着我们所相信的 上帝的旨意 围着我们跟神的关系 站起来的 一个非常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神的话也 这样说 我在他们中间 寻找一个人 重修强言 在我面前 围这国 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灭绝这国 我希望 这下一节 下一段的话 不是 却找不到一个 我希望下一句的话 是上帝说 我已经找到你们了 我已经找到 有人 愿意 为马来西亚 为 这个时代 付上 这个代价 记得潘霍华所讲的这句话 面对邪恶 皆保持静默 就是邪恶 不作为 也是一种作为 不说话 也是等于在说话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要很勇敢地站起来 神在寻找祂的代导者 在他和国家中间的破口上 来祷告 感谢神 在你们当中 神找到很多人 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我们当中 找到人 愿意不单成为一个代导者 也成为 这个代表者 为这个破口 付上祷告的代价 就在这时候 求主你释放 主这个负担 恩高我们 让神 你在这一个时代里面 找到你可用的人 我们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同行祷告 阿们